明天晚上有个百万粉丝的一个活动 会在直播间给大家送送小礼品 大家可以晚上来我直播间看一看 然后今天最后一天了 然后也比较晚了 然后我们就一会快点总结就结束了 大家也都他们还要 不过明天休息 所以也还好 然后这一盘还好吧 还好都还好 然后当时景辉流的问题 肯定是会认为他给六发茶沙 但是王宝宝说想骗狼认为六号是大哥 这个就不太能骗到 反水自爆也是因为要自爆砍一去推六 就是这意思 但不管怎么样 赢了就行 赢了就可以 但是在别的板子里面 这样就不这么玩 因为这个板子是三小狼和大哥不见面 所以是说得通 但是如果在别的板子 比如四小狼的那种 就不能这么玩 因为这样玩的话 狼人自爆 你解释不清楚这个景辉流 所以这个板子是可以这样 别的板子就别这样 十一把这疯了 他可能坐着他也是要抱 嗯 大好慢 大好慢 他所有的这个框案 轮子还不好 就是说骗狼尘沙 什么都赢不了 对没办法赢了 没有那么多 一言真的挺好的 但是就是因为第一发音 有点吃亏 我说完了 谁是完了 你看到手是说什么 我打听 感知一下 很难的很难的 对对很难 其实景下找找机会好一点 请我们今天的12位玩家 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吧 又请一号 大家把麦克风带一下 然后最后再谢一下头十 我等会 我自己直播间复盘一下 为什么让六仙发言 等会去自己直播间复盘 不浪费大家时间 谢谢唐大文 谢谢MiyakoMiya 然后谢谢余文涛 谢谢摔炮 谢谢Seven 谢谢MeToo 这个没有名字 然后点了很多 这个谢谢 然后大叔的女友粉 谢谢HY 谢谢 今天侥幸三连胜 谢谢 我等会去那边自己复盘 过了 感谢一下竹子姐教主和小叔的头十 他刚刚出去复盘 他说反正他死了 就会把警徽给六 而感觉问题也不是太大 但是就是要正正常转 但确实也有收益嘛 确实也偏爆了一个 反正我觉得 因为他拿着警徽嘛 所以他只要能未来传给六 就还算可以 然后如果按正常的顺利转呢 就是第一天定了六十好人 第二天可以多发一个身份 其实就这样 反正今天玩的很开心 感谢大家 请三 感觉写检讨还是有一点点用的 还是最后一把自己还是很满意的 但是前两把确实很菜 所以大家 该喷喷 多喷喷前两把 喷得很一点 最后一把就猛猛地夸一点 要为失败狠狠地买单 胜利才会有人欢呼 然后就没有了 希望大家关注我的抖音直播间 耿雪儿 我们一会赛后结束见 过来 这两天玩的还是很开心的 然后玩了两个多月 一共就拿过四次预言家 然后两天就拿了两次 多喷喷预言家 以后有机会汗跳 对以后就开始汗跳了 然后最后一波 投一 因为我在想 给六发个茶商 万一晚上一刀猎人 把六带了 就甭啥卡拉卡了 然后我就 然后一看我跟五两个人投一 我就知道犯错了 肯定还是想少了 然后玩得很开心 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 叫陈明俊 然后谢谢大家 过了 好 谢谢 五号 哦 补一下毛秋秋的投食 感谢 我是老 我没什么遗憾的 就是没配合好吗 确实 这一号玩家怎么 人家还能给歪主要 金水茶商 随便报的呀 然后最后归票的时候 还能站起来数人 123456789 还没数对 就我看着我汗的 我靠光汗流 当然我肯定是最会老 其实也没有赢的希望了 就是 但是他们外出位的人 看到你 下次我汗跳 我也这样啊 我愿一下我也这么发言了啊 好的好的 那个我的抖音名是圈圈本人 谢谢大师赛的邀请 我们赛后见 好 请六号 那个六号玩家发言啊 那这周玩家还挺开心的啊 三号玩家以后 的确是会说话 需要多说一点啊 那前套里面 帮我写的 好像就说输一局啊 我这时候的确只输了一局啊 九局八胜 一号玩家羡慕吗 看出你眼神羡慕了 呃 其他没啥说的呀 就是希望大家都开心吧 那个 关于游戏机制上的问题 我觉得 呃 呃 有些是公式化的东西 然后有些是可以特施特办 或者怎么样的 呃 但是你们可以喷一号一下 没事随便喷他 但我自己觉得好像在这局游戏 不会影响输赢了 但是究竟能不能这样做 该不该这样做 我觉得大家的确也可以稍微探讨一下 对吧 我觉得说他唱话 呃 对不起 可以探讨一下 过了 走 谢谢大哥 哎 怎么都还说一号 你们都不懂一号 你们懂不懂京城达乐赛第二的韩金亮 还说一号这那你们懂不懂 赢了春天还 但是去女直播这也没用 你也说不出来 你会说话 因为啊 因为这 能说出个屁了 你 但是但是我是觉得没问题啊 以后就这么 以后就这么来 我觉得挺好啊 挺好啊 这他们不理解京城大赛赛第二的韩金亮 你们可别老说了 哎呀 懂不懂人家这么操作 虽然我也没懂啊 但是但是肯定有条道理嘛 但是 没有 我我过了啊 挺挺厉害啊 一号挺厉害啊 我过了 真的是想过 好 请八号 一号玩家发言 如 如果 如果 我是说如果 一般性来说 他的发言 哎 你们懂我意思吧 是这样吧 嗯 哎呀 我也不知道呀 这奇怪 这怎么能输七局呢 我想了想输的这七局 真的配合都不是很好 配合都不是很好 打的 其实自己来说 我感觉我打的也还行吧 也没有特别拉胯的局 但就是赢不了 最后一局是我第一天学的十一是猎人 我知道狼队友身份发错了 那因为发错了 我觉得七肯大概率也不在狼队 那如果这样的话 首先你要让好人顶着发错身份去战编十二 我觉得很难 那这样就约等于是一号玩家的单边御 加七号玩家好人 我觉得这个是打不了的 我个人觉得打不了啊 当然可能还有别的打法 我的想法就是 呃 起来 然后补跳一下 然后去跟一变 看能不能扛推椅 就是试一下 当然可能说 如果我发十二守卫 或者女巫 能把轮次上升到我 但其实好人也会去盘这件事情吧 对吧 就会去盘 是不是我是狼腔 这都是两面的东西 当然大家都可以再讨论 只是我个人觉得我这一局在我机械狼的视角 好像只能这么打吧 当然最后没有没有变过 那是没有变过的事情 但我觉得打的过程应该问题不大 不就是小黑屋嘛 皮带点事啊 大家看得开心 请过来 看鬼片了 八号 祝你看得开心呀 的确是 你这把如果不跳 那就叫经典复刻 那那这边发言过来 十一号说自己不是平民 后面又开始 所有人说他是平民了 那那没办法 因为他又是猎人 那十二又发到猎人发平民 那没办法 但是的确最后一投 那个最后一推的时候 其实十字爆 应该立刻反应过来 一一定是通灵师 因为一拿着警徽 十如果是一的狼队友 十干嘛自爆呢 那一说投谁就投谁 反正不可能投到自己狼队友 所以说那个啥 那局结束六号 就一语道破 就直接告诉我了 为什么一一定是通灵师 所以六号守卫也是 直接就守移看到十字爆 然后直接守移 强啊 十字爆就一一定是通灵师 这个也是 那最后还是投队了 可以可以 今天三马玩的也很开心 很开心 然后大家多多关注精神大师 再多多关注这个荣耀 Forey荣耀Forey 我过了 难搞呀 真是难搞呀 这通灵师给守卫发茶 守卫还能守他 Oh my god 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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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顶不住了 回去 感觉酒没醒 喝点再透透 估计就醒了 好吧 因为大家在我的眼里 只能说一再给这个发茶 我肯定知道八十大哥呀 三十五五被砍了 我把一一刀给六一推 只能这样 因为外面我们一个好人都推不出去了 弄不了了 没一人站错别 费劲 好吧 那个回来再想想吧 再琢磨琢磨 那个希望大家 哦 记得明天是母亲节啊 不在妈妈身边的 记得给妈妈打个电话 我过了 有请十一号 呃 十一号玩家发言 哎呀好 今天三把其实玩的都不是特别好 然后刚刚我出去的时候 我看弹幕老师说 为什么我不跳 因为我是觉得十二是一定能出局的 且当时第一轮确实没有人站错边 我是觉得十二他已经发错我身份了 这这把他十二一定是铁狼 然后我也盘了八号可能是那个机械狼 就是因为我回去再看一看吧 因为你们说的意见 说我那个时候只要跳身份全都正视角了 那但是我害怕如果说我跳身份了 只有八十二两张名牌 名狼人牌在 那基本上狼人都会倒勾 如果他们把我这一刀 我有可能会带到外之位的好人牌 就我是觉得 因为当时没有人站错 如果有人站错的话 我肯定会起来去跳这个墙的 对因为我是觉得 因为我也站一了嘛 然后逻辑机电我也说了 盘八是个机械狼 确实是没有 当时没有人站错边 然后最后一轮的话 嗯我也是以为 因为九号要退一嘛 反正我这把回去好好看看 然后也可以那个老师 各位当务老师给我建议一下 那种情况下 十二退水的情况下 我该不该跳 因为我是觉得十二一定能出局 但是是不是如果跳起来更好 但跳出来的话 基本上还要找两个倒勾狼 对我当时是想着我的身份 看能不能先藏一手吧 就是对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然后今天玩的就是 哎呀感觉了不太不太在状态 回去我再好好看一看 然后很感谢今天的头食 然后我今天感觉我玩的时候 不太配吃这个头食了 不太配吃这个头食 我就带回去 我带回去慢慢吃 然后复盘的时候吃 我帮那个水学姐 那个不是复盘 我帮水学姐念一下那个头食 谢谢头食 谢谢十八的头食 谢谢鲁卡斯的头食 谢谢 阿博吧 阿博的头食 谢谢谢谢 然后回去我会好好弄的 然后关于这个我跳不跳 我回去也会自己再研究一下的 我过了 谢谢耀克想给王宝宝的头食 谢谢大蛇 我补一下大蛇给我的头食 我自己给你的见识 不用复盘了 直接跳 因为这是大师赛 你不跳也找到 你明白吗 你如果在别的局 你复就复 跳就跳 不跳就不跳 因为在大一赛偷刀你很容易带到外主人的好人 所以你在大一赛就直接跳 就不用复盘了 关于这一点 没问题 那个就是辛苦我的队友了 都在疯狂想我发爆之后的战术 如果我不发爆就没有后面战术的问题了 所以我在练一练不发爆 咱们怎么样进行一个完美的配合 后面全是找补的操作 我觉得咱们别练这部分 咱们的第一部分就给它整对了 好吧 今天玩得很开心 咱们下周见 明天记得去 Y哥直播间叫什么 百万粉 的什么一个 反正一个小活动 是吧 抽抽奖什么的 挺好的 快乐快乐 过周末啊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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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公布一下我们目前的分数 然后这周一号王宝宝是三分 优柔是一分 雪儿是二分 陈明俊是零分 圈圈是 圈圈是零分 然后KS是七分 然后代宝是三分 牛肉干是负我 他将会接受我们本周的恐怖电影惩罚 然后荣耀是负三 反水是一分 长男是一分 小黑是负一分 然后包括我们之前来的前两天 我们的施亚信是两分 长男是负二 雪儿语是一分 诅咒是负三 这是本周的分数 然后我们本周接受惩罚的是我们的牛肉干 我们一会儿晚一点会让他看恐怖电影 然后我们的录录录录的视频会放在我们的官博 大家可以记得关注一下我们官博的京城大日赛 然后我们到目前为止两周之后 目前处在去密室零分以下分数线的人 其实现在有很多 呃零分级零分以下 呃有雪儿圈圈 牛肉干荣耀 陈俊杰 小黑 长男 还有诅咒 啊 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 大家那个各位大目老师可以再超话也算一下 我们一起核对一下 然后因为代表那个昨天收到了2.5分投10 包括他赢了很多 所以我们代表现在是4分 哦 都懂 那最后感谢我们的冠名商 泛狼 泛狼视频 狼人杀 在家里能玩面杀 版型随心配 欢乐多一倍 大家记得多多支持 也记得关注JY带视的直播间 我们代表每天晚上平时7点半直播 然后我们的京城大日赛是周三周四周五三天 每天晚上7点半 我们现在可以去其他人的直播间看看了 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